好 接受关心天气有228连下 这四天啊 阳光真好 终于露脸迎来好天气 对视今天会稍稍的转量一些 主要行为东北季风来搅局 外线云图来看一看 今天连下第二天有一小股的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这波冷空气呢 就对北台湾的高温会有略微的影响 那么未来的一个礼拜 天气跟上一周相比是比较舒适 而且你看到台湾周边水气是少的 所以期间呢 几波冷空气连下影响大约是一天 比较短的时间 隔天又可能开始减弱了 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些 那么温差的变化要注意保暖 好 我们及时温度也来看看 在今天天气的如何呢 今天北台湾还有宜化地区 高温稍微降一些 廉价来到第二天 好 回升到了19到21度左右 好 你一看到今天清晨最低温度 出现的苗栗是9点8度 彰化亭中13点1 早上清晨的时候还是有点冷 不过还好这太阳出来之后 温度会往上降一些 中南部台东地区维持 跟昨天是差不多的温度 那么今天清晨西半部呢 低温14到16 但是白天之后 部分高温是比较偏舒适 比较天暖过的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 那么温度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 日夜温差的变化 适时天加异物 好 雨期预报 来看看今天的雨怎么下呢 好 雨期水气非常的少 就只有在前面这边东半部 好 我们看好是降雨 封面是激动北海岸 北部的山区 东半部地区的局部暖暖雨为主的 不是大范围长时间降雨 所以说像是在中南部地区 这边水气都是很干的 晴隆的好天气 如果说您今天计划初游的话 往中南部走是非常适合的 好 再来未来的一周天气变化 就要看看了 周一周二啊 东北季风来减弱 那么台湾附近 吹起是非常温暖的东南风 虽然廉价最后一天 天气还算不错 但是周三开始 我们看到是东北季风 要增强了 所以北台湾高温往下降 那么周四周五 东北季风又减弱 北台湾气温又往上站 那么接着呢 到礼拜六 又会有一颗东北季风来增强 如果天气稍稍长长都是这些冷空气呢 来回的这个影响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气温的变化 可能是一两天作为一个单位 那么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温差变化